今天的首席也曾经处在低潮 但是几年前他转换跑道 投入热情 玩出自己的事业 我喜欢一直变 一直变 一直变 一直跳出我的舒适圈 去学不一样的东西之后再回来 我的舒适圈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这样 咖啡跟贝果不够就是食物 可以透过食物来去说我想要做的事情 对于他有这么源源不绝的想法 也是蛮好奇的 感谢观看